HELLO 大家好 歡迎又回到教練 我想減重的單元時間 單元開始之前呢 歡迎我們的健康教練 HELLO 大家好 那這一集呢 對於想要減重的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喔 我們蒐集了兩個常見的問題 想要來請教教練 第一個問題呢 有一些人就會反映說 他體重降不下來 一定是運動表現的 其實就是真的 這要根據你過去到底有沒有運動的習慣 如果你過去一直都沒有運動的習慣 但其實體重會增加 並不是因為沒有運動導致的 比較多可能是因為生活習慣 或是飲食波量 而導致體重的增加 如果你本來就有運動習慣 可能因為工作關係 或是其他因素導致沒有運動 體重會增加 當然就是對運動的關係 我就會希望你可以加強你的運動 所以如果是原本就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呢 很有可能不是因為你沒有運動的關係 而是你本來就吃太多了 對 沒錯 那第二個問題 有些人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現在已經開始減重了 開始運動了 為什麼體重就是降不下來 很多人減重過程中 把主放在運動上面 但是其實他們的影子上都沒有做修正 因為常常很多人可能會講說 我多吃那我多冬就可以消耗掉 但大家別忘了 一個三小時的蛋糕 大概三百大咖 但你需要不慢 一個小時才可以代行掉 當你無法運動那麼長時間 整個熱量攝取還是多於你的消耗量 所以體重還是增加的 所以不能說我今天有運動了 我就可以多吃 這是不行的 對 還是要從飲食上去做手調整 運動其實在減重過程算是一個輔助 而不是主力主力可以在飲食 所以呢 如果真的想要減重 還是要從飲食上面 著手調整自己的飲食內容為主喔 今天呢 非常謝謝我們健康教練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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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會不會